好來,我們把我們剛才的下個東西整理一遍 請問你,磁力線的什麼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磁力線的什麼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這個人叫做磁衣 磁力 切線方向,請坐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那什麼叫做磁場方向? 磁場方向是什麼方向? 磁場方向就是磁場的哪一級的磁力方向? 磁力所謂的磁場方向就是他哪一級的磁力方向 哪一級 我們請這個人,這個都是女生,有男生嗎? 有,32 32 哪一級的磁力方向? N級 N級請坐 那就是N級的磁力方向 也就是N級的指示的方向 N級磁力向東,N級指向東邊,所以兩個都一樣 還有一個磁力線的方向 磁力線的方向有個磁鐵,然後外面有磁力線 還有磁力線外面從哪裡到哪裡? 然後裡面從哪裡到哪裡? 它的磁力線外部是從哪裡到哪裡? 裡面從哪邊到哪裡? 外部 外部 外部是從哪裡到哪裡呢? 我們請 14號 14號不在 我幫他回答好不好 不要 對啊 我來一些聲音,到哪裡再說 13 兩個都要講 蛤? 兩個都要講 你講一個就另外一個相反嘛 外部是N級到S級 請坐 外面是N級到S級 裡面是從S級到N級 就是它的方向 然後還有要記住 還要記住 磁力線的什麼代表磁場的強弱 什麼代表磁場的強弱 一句話 什麼狀況 比如說出戲啦 還是 條數多少 還是 什麼代表我們的 市長 強弱 我們找一位大帥哥 這個人已經不在了 31 31 31 誰啊? 磁力線的疏密 OK 磁力線的疏密程度 請坐 磁力線的疏密程度 代表 那麼怎麼樣表示磁場比較強 怎麼樣代表磁場比較弱 蛤? 此一件疏密代表強弱 那怎樣是比較強 怎樣是比較弱 Number 12 怎樣是強 怎樣是弱 密集代表強 比較密集代表磁力比較強 比較疏密集代表磁力比較弱 好 這裡有一些事情是我們到後面都要繼續拿來用 好 有些話是我們繼續拿來用的 還有這個叫做 磁力線是平滑封閉的曲線 為什麼會封閉 因為沒有磁單旗 有N就一定有S 然後B不會相交 這些東西我剛剛講了 有些話是我到後面都要聚拿來用的 所以 你給我記好 你給我記好 你給我所有事情給我記好 上面都給我備好就對了 OK